炎热的夏季,食气是人们最大劲敌,十个人里有八九个人有食鞋潜伏,夏天多雨潮湿,食气特别重。 再加上大家日夜战斗在空桥房里,食鞋之气慢慢进入体内,食鞋侵犯人体后最易伤害皮羊,而皮羊的虚弱也进一步助长了食鞋的侵入。 现在的年轻人中肥胖的越来越多了,其实多数肥胖并不是真的吃的多长的胖,而是体内食气太多了,导致的肥胖,夏季是食气最重的时候,吃小豆一米是天然的蛆狮王,用它们泡水喝,坚持半个月,体内食都排得干干净净,肚子平坦了,气色也好了,柠檬茶,食气总是困扰着很多人, 每天起来都会发现整个人肿胀了起来,所以湿气也是阻挡瘦身的一个原因,湿气越重挺胸越重,每天早上冲泡上一杯,可以让你无时一身轻,柠檬茶有一股淡淡的酸酸的味道,喝起来清爽一上口,味道棒棒的,喝着口感不错,有很明显的酵剧燃脂作用,轻松受掉大度大,红豆可以补血,同样也可以除湿, 用红豆煮水喝,或者加上黑豆和绿豆一起煮水,可以很好地排出体内的食器,红豆还可以做成其他的食物,但是要小心不要买到赤豆,那种豆子属于药类,吃毒会中毒的,一般很容易和红豆混淆,生姜,在中医里,生姜发散,之后,止咳等作用,缺失的同时,也有酸含的作用,适合是含体质的人群, 如是含尽起的腹腺,流青鼻涕,舌坛发败,味含大能等,都可以食用生姜,平时可以食用生姜茶,蒸姜放鸡汤等,浅食称为水中人参,是一种命贵的中药材,具有一身故精,普提止谢,除湿指带之功效,浅食,为干色,性贫,终于养生薛认为,浅食抗衰年年,补中益气, 渐皮止血,护肾液精,除湿气,将豆,将豆性感,大,维温,灰皮,贵亚精,化湿而不燥烈,渐皮而不致泥,灰皮是湿停常用之品,具有补中益气,渐皮液湿,同力小便的功效,天南奔桃中,极数其质地土缺弱,开外渐皮, 尤其是疑于糖尿病,肾虚,尿瓶,已经及一些妇科功能性疾病患者多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